陳偉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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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府在這方面是不著重的 我上一次問的時候就是 政府有沒有要求過 兩個不同的處 包括黃毓民議員負責創新科技那邊 有沒有要求過這些事情你們做不到 兩個處都說沒有 即是說政府在推展創新科技那裡 是完全沒有嘗試做過任何事情 我很有信心我們的公務員團隊 所以如果政府指示他們做 他們會落實和做到 在這個發展方面的措施 特別以蘇局長的創意無限 可以懂得用卡片申請這個費用的 即是我很有信心 用他的創意去帶領創新科技 是絕對成功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以前都沒有給這個機會 有機會有蘇局長去做這方面的事情 即是梁振英對他沒有信心 某些行政會議成員對他沒有信心 某些行政會議成員對他沒有信心 但我對蘇局長很有信心 所以就算否決了 或者過不了的話 在蘇局長的領導之下 都會做到 某個程度上的創新科技方面的目標 其他政策局配合的話 我相信會成功的 為了免費大家情人節的時間 在這裏討論 可案39提及這個優惠 即是關於這個持牌人的規定 也好 所有廣播條例 都信條例 所有的條例都好 阿市人不應我續牌給他的 很清楚的 這個是 你給我牌他真的沒有天理 是不是 這個還不清楚 但是局長剛剛前面那段說話 我以為 如果台灣現在有軍隊 都會是在選舉 有總統一人一票選舉 立法機關全部直選產生 他都不是叫做獨立 是不是 那麼我們現在爭取民主 為何叫做獨立 公民提名為何是獨立 公民提名為何是獨立 公民提名為何是獨立